这是一档真人版户外漂流节目 一个长达50米的竹牌 只需要三人便能轻松驾驭 竹牌上没有任何的防护工具 唯一能与河边岩石做抗衡的 就只有强壮的体魄和坚硬的头颅 同时这又是一档既能体验刺激 又能稳稳地把钱赚进口袋的户外活动 只要把这些竹子运往下游 他们就能得到不菲的收入 这些竹子会被当地的老板收购 然后用来制作各种可用的产品出卖 比如我们吃饭食用的筷子 或者是补于陷阱 所以每当有老板订购的时候 附近的村民就会去体验一把 既刺激又赚钱的买卖 这里是越南最大的竹林 源源不断的竹子为当地人 带来了不少的财富 只需要三年的时间 竹子就能长到十几米的高度 他们专门挑选一些老竹子砍法 砍好的竹子则需沿着山路扛到河边 因为身处大山之中 最近的陆运点离这里也有30公里的路程 所以水运是运输竹子的绝妙方法 而想要竹子安全到达下游 则必须制作成竹筏才行 五六百根竹子被捆绑叠加在一起 就成为了一个足有50米的水上移动辅台 嗅着金钱的味道 三人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整个行程大约需要五个小时 竹筏的最前面一人使用船桨控制方向 竹筏的尾部一人防止竹子碰到岩石而散漠 中间再来一个把握行进的节奏 每当遇到河水有落差的地方时 心都会提到嗓子眼 竹筏解体是小事 搞个人养马帆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在湍急的河流上漂流了两个小时后 他们即将迎来整段路程最大的挑战 那就是传说中的剃头洞 可这对于50米的竹筏来说 想要在这个急转弯的地方飘移过去 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竹筏拐进了剃头洞 接着他们必须拱着腰 提防脑袋瓜子被岩石刮倒 在血淋淋的血泪时的恐吓下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最大的障碍 接着就进入一段风平浪静的河面 随后在小游艇的助力下 安全到达目的地 他们如愿以偿地结束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旅程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出金钱般的笑容 接下来竹子的运输则需要借助卡车来运 不过由于山路难走 当地的农用拖拉机便占尽了风头 这位小哥叫老爸 被当地村民称为机械小顽童 面前的这辆拖拉机就是他自己花费数月组装而成 车头的核心部件柴油机来自中国的全柴 刹车系统纯手工打造 车身是从回收站花九块九字体逃来的 轮胎也是专门为雨天泥泞道路而定制的 这满满的科技感 成功地吸引到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这种非法改装的车辆要求禁止进入公共道路 不过老爸倒是无所谓 毕竟他的车是专门为山路而设计 每当雨季的时候 运输竹子就成为了个大老板的头痛室 而老爸却暗地里笑悠悠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的拖拉机越野性能顶呱呱 很多老板都愿意出重金请他帮忙运输竹子 光凭这个 家里已经盖上了当地为数不多的大洋房 他的这辆车除了没有安全系统 减震系统之外 其他一切都堪称完美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 他只用了极小的成本 就完成了一辆车辆的组装 而且他还得意地说能拦住车子的路还没有走出来 就在摄影大哥准备赞不绝口的时候 拖拉机就在一个小山坡上原地打滑了起来 老爸一脸淡定地踩着油门 可拖拉机就是纹丝不动 场面确实有些尴尬 好心的村民及时地围了过来 每人都为车子脱困做点贡献 又是垫石头 又是推车的 一顿疯狂地输出后 总算是上了坡 可还没等老爸说出感谢的话 村民们变头也不回地散开了 这些村民可比非洲的小伙靠谱 推车不畏赚钱 纯属喜欢乐于助人 半个小时后 老爸来到了装货点 几个人开始将竹子装上车 老板自己也是不容易 浑身湿答答地对着老爸表示感谢 并表示愿意出两倍的运输费 希望老爸能将这些竹子 送到30公里之外的工厂 老爸自然是欣然答应 然而雨天送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遇到下坡路 车轮很容易打滑 控制不好就会翻下山沟 很显然老爸这种镂空的驾驶式设计 是专门为跳车而准备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非常人性化 在雨水的飘零下 老爸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终于把竹子送到了加工厂 而他也为自己的财富自由 添加了蒙厚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